各位,這裡有一個非常混帳的所謂消息 它說根據中國2015年的Micro Census Data微細的人口調查 大約有4億5千萬至5億的中國人 年齡十八至六十五歲,從來沒有回過一天的中學 代表了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勞工能力 說要多些read more 我這個read more是無法解決的 即是說只有講字,沒有把連結出來 不過所給的那幅照片,就真是丟臉了 這些工作人員,就不是坐膠椅的 大家留意到,他們坐的有樓的椅 換句話說,這個工廠是一個非常高級的工廠 而他們全部都是穿了防護服 頭都包起來 換句話說,他們是怕陣埃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廠房裡面 應該是一個高精密的某樣東西的廠房 在左手邊那排人,我看到他們前面 好像有一個類似看起微鏡的物體 在做一些微細的工作 另外那邊,兩排都是望著起微鏡做事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非常高的精加工的某種廠房 這類的廠房可不可能用一個 未曾去過中學讀書的員工呢? 我爭論,我爭論 我爭論,這個廠房所需要的能力 絕對不是一個小學生能夠處理到的 而今天的中國 那個息子率是百分之九十幾的 竟然可以說到這裡有四億五千萬至五億之間 佔了中國人口的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 十六至六五歲 一縮起來之後,這裡可能已經不是三分之一了 可能還要多於三分之一 是沒有讀過中學 但你給出一個例子 就肯定不可能是一個小學生能夠做到的工作 每一個這樣的工作人員 你看他的設備,你看他的環境 你已經知道他們的時薪絕對不低 你說如果我們有四億五億人 在街市搬一下東西,賣一下東西 走一下做一下外賣小哥 我沒有問題,可能真的有這樣的人 但就算是外賣小哥 都要懂得看地址 都要懂得用手機 中國也沒可能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沒有中學程度 Österreich的人可能沒有真正正正正的讀書 但是他們的能力 絕對不可以說他們比中國少 尤其是這張照片所顯示出來的 抹黑中國很容易 不過抹黑的時候 找題材麻煩你找好一點 這樣的題材